近年来房价物价什么都涨 就是薪水没涨 上班族想买房很难 想要买新房更难 尤其在全国首善之都台北市 要不吃不喝好几年 才有可能买得起一间房子 现在房价就是一直涨 然后我们的薪水其实是 跟大概就是以前的年代 其实是没有差距太多的 可能是因为就是房价 那投资客都吵得太高了 然后其实我们薪水的水平 也没有到很高 网络房仲平台591新建案 最新统计 以房价中位数跟主机处 家户可支配所得中位数相除后 计算出各县市新建案房价所得比 结果显示买新房最困难的是台北市 需要不吃不喝28.8年 才能买得起 其次是新北市 房价至少一千五百万 要十六点五年不吃不喝 才能买新房 台南市也要十二年 房价中位数超过九百万 此外调查还发现 买新房最容易的是新竹县 除了新竹县浮原广大 有不少新丰湖口等推案 房价还落在一字头 也就是每平二十万以下 而且竹科就业人口收入高 也提升整体家户所得 买新房只要不吃不喝七点三年 负担相对轻松 原始新闻综合报道 1月3日 7日 1月4日 8日 2日 1月5日 1日